厨房里的切菜炒菜活儿交给厨艺专业 包装餐盒则是一群有心人来承担 包括禅亲素食馆股东还有护理师 就怀着一个很虔诚的心 我觉得包括打这个菜 我觉得很用心地来 每个动作用心 为社会为大家做一点事情 心里就是有那种满满的幸福感 平常用餐速战速决的医护人员 最近细嚼慢咽有一份情 所谓的免费的午餐 我一打开看里面的每一个粒米 每一个青菜 每一个叶子 然后这个小块都很有讲究的 其实是很有讲究 然后每个菜放得干干净净的 整整齐齐的 就平时吃饭也是十分钟 但是看着这么精细的饭 就忍不忍心吃那么快 就慢慢慢慢吃 慢慢品味 慢慢感受 真的是你们是把我们当成家人一样的来对待 从刚才另一生也说了 从摘菜 洗菜 做菜各个环节 从卫生方面也好 工艺方面也好 做的 真的大家都很感动 负责南深沙盒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静怡素食馆 对医护人员充满支持 在前线上面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们在后面要保障他们的 各方面的后勤要给足他们 吃饭也要吃到好的 那我们刚好是做素食 那刚好能够派上用场 其实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一件事情 对治COVID-19疫情还不知时程长短 但深圳慈济志工推速的行动 发愿长长久久也获得回响 我们医院开始接受提倡素食 大家都很欢迎 也很热烈 下部的想法是每周一素 或者每周两素 逐步慢慢推广到全员如素 希望这一次素食 在志工和医护人员之间 有一个爱的桥梁 让大家能够 我的同事们可以感受到 实际人的大爱和实际人的关怀 也是希望能够让医务人员 亲近在源头 进化大家的心灵 有一个慈悲的心 来对待我们的病患 大爱新闻真伤美之工 戴新鸣 李逵 广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